进入4月 举重的赛事接连不断 先是男女全国锦标赛 紧接着就是亚锦赛 虽然10位国家队的主力队员备占亚锦赛 没有出现在全国比赛的赛场 但是竞争的激烈程度并不逊色 49公斤级是东京奥运会女子举重的第一个级别 国内A组报名就达到了16人 来自广西的国家队选手蒋惠花综合实力最强 但是比赛开始后并没有占得多大便宜 率先开始的抓举 广西的赵金鸿 湖南的萧惠颖 都曾经先后冲击90公斤 虽然未能成功 也让第二把试举 才抓起这个重量的蒋惠花心有余悸 第三把他也未能完成93公斤 只以1公斤的优势领先进入接下来的停举 抓举不发挥 没想到停举中蒋惠花反倒稳定下来 开把就是113公斤 距离侯智慧115公斤的全国记录只有2公斤 轻松完成 第二把他将杠铃直接加到了118公斤 超原记录3公斤 虽然翻战稍显吃力 但上品动作非常坚决 蒋惠花创造了该级别新的停举全国记录 虽然最后一把再是120公斤没能成功 但三枚金牌一项全国记录已经足够出色 不过蒋惠花却一点也不高兴 看你好像不是特别高兴 对啊 因为没有发挥出自己想要的成绩 把记录破了还不高兴 那你看我抓举比得那么差 抓举成功率不好就起了一巴 感觉抓举今天不知道为什么会有点慌 就一上台的时候感觉就是先跳加速那种 就没有像平时那种稳着举那种 就下一步还是回去吧 就是把抓举的成功率再练稳一些吧 先抓举先坚持它发挥太差了 不是一般的差 对啊